我们买了房子之后 他非要说把他们那边的人接过来 就是过客 从那以后我们家就一直没有攒到钱 噩梦般的开始 我和我儿子完全没安全感 我们家没有攒到一分钱 他姐来了他就说 你们混得比我们还好 所以背着我打电话 找他一个月要多少多少钱 他的姐的意思就是 他帮忙跟着他 就他一个月要多少多少钱的工资 是作为照顾他妈的 姐姐要给多少工资 三千 然后他妈的赡养费 是一个月一千五 就逼着他要钱 这个事情他一直瞒着我 没跟我讲 是最后他跟他的亲戚 沟通这个事情的时候 被我偷听到了 伤了他不是我放自内心的 我也不是带着恶意 带着想把随时怎么样的感觉 他现在哭了 你说怎么办 哭了对不起这方面 根本我是受苦了 对不起对不起 他说就这几年你们生活安定以后 他跟你父母那边是没有任何联系的 没有 你自己跟父母那边的来往多吗 很少平常也是偷偷偷偷偷偷跟他打个电话而已 是怕他不高兴吗 是是是 至于说我姐找我要工资 这个事是有 当时我是第一个反对 姐姐的理由是什么 咱哥调整好了 你也调整好了 那我这么多年在干什么 你照顾咱妈呀 那我照顾咱妈照完了老了 出去也不中用呢 你们两个是不是要给我点补助啊 再一个说咱妈生病住院的开销 是不是你要给一点啊 这几年就是母亲那边的赡养费 医药费什么的你有负担吗 第一次生病的时候给了一点 前两个月生病又给了几千块钱 给你也有 平常没有 因为没有定期的那种是吧 没有定期的 没有固定的 给钱 没有 咱们做儿女的 别人进十分的意思 我进五分的意思 两到三分都可以 但是不能说一到两段 太决情了 不进人味 你有这个责任业务 我可以 我在这个台上说 我当着全国观众面说 你有这个责任业务 是你的事 请你不要来道德绑架我 我只需要求一张离婚协议 把儿子的抚养权给我 陈先生认为 时隔四年没有跟家人联系 妻子也该放下过去了 更何况 他跟父母的血缘亲情 是割舍不断的 于情于理 他跟家人联系都不为过 可是在董女士看来 丈夫的举动 无疑是在往她的伤口上撒盐 你有这个责任业务 是你的事 请你不要来道德绑架我 除此之外 丈夫也是吃力不讨好 她妈每一次生病了 他们就背着我跟我老公打电话 让她回去照顾 从三年前都一直到现在 钱出了利出了 他们那边集体责怪她 钱出少了利出少了 为什么董女士会说出这样一番话 她跟婆婆的矛盾 到底是误会 还是另有隐情 鉴于婆婆的身体状况 无法直接对话 主持人张婷 拨通了陈先生姐姐的电话 姐姐你好 就这几年 比如说男人的照顾问题 生病问题 你们在这方面 有没有对他们有意见 说这个金钱上面 比如说上次妈妈住院 花了一大笔钱 也没有说 一定让她马上拿出来 也可以表个态 就是说 你们先见着 如果到时候 我的条件 有这个条件 我可以慢慢给你们 她也没有表个态 就是平时关心上面 那个事情 你们对我们有关心吗 还谈关心 爸妈妈养一个儿子 送给你了 还是怎么样 妈妈不可以去你那边 看一下吗 不可以去来坐一下吗 她刚才其实意思就是说 觉得对老人尽孝也好 给钱也好 这个其实 她也觉得是应该的 可是她心里 有一个坎过不去 就是当年 他们从结婚开始 她觉得家里人 给她是带来了很多伤害 她就是觉得 我妈妈那时候 我妈妈又不得了 不是说像我们年轻人 坐月子比较细些 你坐月子的时候 你婆婆会倒冷水给你洗吗 对对对 这个是她的错 这个我承认 她这个人呢 好像不像我那个家婆一样的 很细细 她是很独心的 知道吧 你妈没有照过我一天 就是我妈妈的性格 她不可能是故意是准理 她没有这个意思 我妈妈现在老了 就是好像那种小孩一样的 她现在跟我们在一起 她就是最天坡的 就是她的小儿子 和她的媳妇 也很像去她那边看一下 或者走动一下玩笑 有没有因为就是当年 就是他们结婚这个事 有影响到 你继父跟你妈妈 他们的关系 没有没有 这个不能怪她 不怪她 没有没有 弟媳妇呢 就觉得你弟弟呢 一直也不理解她 弟弟我就经常跟她说 我说要知道你们两个好 是吧 这个孝心呢 她可以进 也可以不进 其实这个我们并没有说 对弟媳妇有很大的意见 那个时候弟媳妇呢 没伺候好 现在妈妈第一次天就住了 四次院 也没跟她照顾 她扯平了吧 我也不怪她 就我的意思 咱妈这两年都在 男孩照顾我们的小孩 就是说要是看病上 我处少点 你们处多点 我也没挣到钱 你得理解我一下 将来要发大财 我肯定要你们少讨点的 没很好的意见 我是怕你们两个讨价 讨价来你不划算 对于母亲给弟媳造成的伤害 姐姐没有否认 基于此 姐姐不强求弟弟弟媳 赡养母亲 那么董律师 能够接受这样的结果吗 这段婚姻 真的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吗 调解员胡建云 事实地发生了 你们家都无奈 姐姐也有无奈 她也知道母亲伤害到你 然后你的婆婆 你的公共 他们肯定伤害到你 但是他们都来自于贫困 来自于教育的缺乏 所以他们按自己的习惯 在那里管理这个家 有点乱来 但情非得意 陈先生其实做好的思想准备 因为他心疼你 这一点陈先生 我还是真的是要表扬 你会用很宽阔的胸怀 去重新了解别人 对你的伤害 你爱字还是摆在第一位的 那从我的角度来讲 董律师 我对你的坚决 我是打一个惊叹号 你是用愤怒 来解决你这个会议 对 你说得很准 你愤怒来解决 咱们说 假不要和 气不要离 就是如果大家虚假 那咱们不劝和 但气不要离 就是如果仅仅是气愤 那我们这个离婚的事情 真的是不能随便讲 将来气消了 后悔就来了 谁没有痛啊 但是都是尽量去消化它 尽量去理解别人 而不是因为你伤害我了 所以我就用怨恨相对 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只能给未来留下遗憾 你今天可以喊 没有关系 你可以痛骂了 但是骂完之后 真的要理智地看一下 第一 这个男人 他有没有优点 第二 其他人有没有无奈 第三 将来会不会后悔 对 那个时候为什么 我力排终于跟他结婚 知道他是这样 对啊 他是很善良 关键是超出了我的底线 每一次给我添加新的伤害 就会唤醒我之前的记忆 伤害新伤加旧伤 就是伤得一塌糊糊 我妈妈现在也生了一场病 这就是现在很很迟钝 再一个时候我对她有感情 还是想努力一下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